好 繼續來看2023年底 平均每戶人口數量剩下2.53人 再創歷史新低 單人戶的增加加上小家庭的家庭結構改變 導致每戶的人口數量減少 少子化 老年化 加上高房價 房屋市場的小宅化趨勢仍然是主流 房中業者就透露了 只要是小兩房的物件一推出 很快就會成交 請進 請進 不用說鞋子了 北市中山區雙連商圈 21瓶精緻兩房詢問度高 生活機能好 接近鬧區 小宅的低總價比較符合消費者預算 再多就有壓力了 不要過那種有壓力的生活 兩夫妻一個小孩 剛好再多就很擁擠了 如果能住大一點 當然好 但北市寸土寸金 只能向空間妥協 這也使得小宅成為買房主流 一般都是過渡期 就是單身貴族啊 或剛結婚的啊 或剛好小孩上小學還小的 現在人都不生 所以他也不想要大的 那像我們這個五六十歲號 慢慢步入一個 就是也算是現在說的孤獨期吧 就是子女大了 然後有的伴侶也就是離開了 那就是一個人啊或兩夫妻啊 他也不想住這麼大 家戶人口數有逐年降低趨勢 1998年平均每戶人口數量3.44人 2003年3.21人 2013年2.82人 到了2023年剩2.53人 過去兩房交易 以26到30坪正常兩房為大宗 現在則是21到25坪小兩房最熱門 小坪數的20坪左右的 特別是小兩房或者是兩房的 你只要加上一個兩房就很暢銷 那個電話都接到爆 如果價錢在1800以內的這個小兩房 很快就會賣掉 小家庭是主要家庭結構 加上房價高檔 建商要控制總價迎合消費者能力 推按坪數走向精簡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趨勢在台北市走得比較快 因為台北市的單價最高 然後到新北市 現在除了雙北以外的區域 因為他們的房屋的單價上漲幅度 已經超過五成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趨勢之下 其實北部開發商的經驗也會往南複製 所以雙北以外的一個都會區 大概也會出現類似這種可能一樣是三房 但是空間開始會 房間變得越來越小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建商縮小坪數也兼顧現代人的空間使用需求 可能房間的面積會變小 客廳的一個寬度或者是面積也都變小 那可能在餐廳或者是廚房上的配置也會做一些變化 但是相對的因為現在的消費者對於空間的需求也有一些改變 包括他可能兩房有一些需要兩套衛浴 或者是有這種更衣式的一些配置 所以整個空間上會做一些配置上的調整 行政院最後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獨立生活的單獨生活戶人口 六獨總計有322.2萬人獨居 年增2.8% 新北市最多61.5萬人 高雄第二42.9萬人 台北市有41.3萬人 我們所瞭解的情況是很多獨居就是年紀大的獨居老人 最主要是因為人口老化跟少子化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生理狀況越來越不好的時候 他需要有人照顧他 那這時候怎麼辦 因為他可能子女也沒辦法待在身邊 那他自己搞不好連一些簡單的家事都沒辦法再做 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就是需要有人去幫忙他出一些家務的事情 家戶人口數少 獨居老人的住宅及照護問題慢慢浮上檯面 沒有人在旁邊照顧他的話他很容易跌倒 那一旦跌倒就容易產生一些身體上的一些病痛 甚至可能就骨子等等之類就容易產生失能 很多是住在那種舊式公寓裡面 那這個部分他上下的很不方便 那常常很多獨居老人就因為這樣他就根本沒辦法下來 沒辦法下來就沒辦法參與社會活動 那當一個老人他沒辦法參與社會活動 沒有社交生活的時候他的老化會非常非常的快 人口結構變化下 友善的居住環境政策 是各年臨層獨活族最關心的議題 TVBS新聞李研之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那如果不結婚不生小孩 將來遺產要分給誰呢 來看看民法的繼承順序 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但是如果這些親人也都不在 可能遺產就歸國庫了 上班族少先生不打算生小孩 我想結婚可能會有考慮 但是生小孩因為現在我覺得台灣大環境或是一些理財規劃上面可能不足以讓我去有生小孩這個想法 養小孩很花錢 不生似乎是普遍現象 就我周遭朋友很多是有結婚的在疫情之後 但是不生小孩真的也是多數幾乎八成吧 但不生小孩百年之後辛苦打拼的財產要怎麼規劃 如果是遺產的話如果我沒有子嗣或是小孩的話 我在想的可能是應該是捐出去吧 日前國稅局的真實案例是 孝順的侄子想繼承姑姑的遺產 卻因為沒有繼承權 姑姑遺產全數充公 這種情形他一旦繼承發生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為補救的動作 建議他先用自訴遺囑的方式 決定好他的遺產 要分配給他長期照顧的這位子子 即便他在法律上面並不是他的法定繼承人 仍然可以依照這個遺症的相關規定 留有他姑姑留給他的最後一份愛 根據我們民法規定的話 繼承人配偶之外 第一是會就是仔細寫進肺親屬 第二是會父母 第三兄弟姊妹 第四是處父母 那因為他沒有配偶沒有子女 正常狀況之下的話 可能父母親不在的時候 這些繼承人就會由兄弟姊妹來繼承 那當然就我們的很多的實務經驗來講的話 很多單身者他想說 將來走掉之後財產給兄弟姊妹繼承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考慮一點的就是說 兄弟姊妹他是不是在那個當下的時候都還是在的 那假設說兄弟姊妹已經不在的時候 大部分的客戶會想說 那既然兄弟姊妹不在了 那就給兄弟姊妹的小孩繼承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根據民法的話 就只有兄弟姊妹能繼承 法律實務上 律師也處理過像是同性伴侶的案例 那這位同性伴侶他父母早就已經往生了 而且也沒有小孩 那因為當時同性婚姻還沒有合法的情形之下 他想要把他的財產留給他的同性伴侶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統計去年無人繼承遺產案件有55件 金額達4億5831萬元 單比最大金額是2億8800萬元都創下新高 不婚或者是離婚 或者是本來就不生 或是沒有能力生的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是單身 將來他的遺產可能充公的 來我們事務所立遺族的其實非常多 有一種狀態是說 他其實心中有想要照顧的人 法律上面這些晚輩不是他的繼承人 所以他必須來立遺族 然後用遺證的方式 那也有一種就是 他可能有繼承人 但他的繼承人不是他喜歡的 舉例來講他的兄弟姐妹在法律上是繼承人 可是他可能跟他兄弟姐妹不好 單身者未來若法定繼承人都不在世 要破除繼承困擾可以透過生前贈語 或先立好遺族贈語 台灣遺族分五種形式 包括自書遺族、公證遺族、蜜蜂遺族、代書遺族、口授遺族 有一些人因為對法律的不了解 所以他或許根本不知道 第一個遺族要怎麼立 那或許來找律師 我必須坦白講 也不是每個律師對立遺族都很專業 他並不是想像的 我們在法院打訴訟 確認遺族無效這件事情 是很多訴訟這樣子的訴訟 然後最後被確立了 所以你搞了半天 也覺得花了錢 結果立了一個沒有效的遺族 而且還引起這個遺產大戰 錢財是身外職務 專家認為單身者最重要的是 活著的時候先把自己照顧好 因為他是單身 將來老後的話 可能身邊也沒有配偶 也沒有子女 那也不見得兄弟姐妹 或者說其他的這一些 子子外申等等 可以來幫忙做照顧 當然現在金管會 他都有在推這些養老信託 像養老信託2.0等等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畢竟我們年老了 對於財產管理的一個能力 各方面都會比較薄弱 所以這些財產基本上 就很容易會承受到一些風險上的問題 雖然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但單身者 若有法律之外 想照顧的人 一定要提早規劃 避免爭議 TVBS新聞 謝憲希 往回台北採訪報導 全台高房價 尤其是都市蛋黃地區 更是一房難求 而這樣的狀況 也加速了都更的腳步 不會說因為我這塊地 整個做都市更新之後 它其實所有的記憶都消失了 它還是有這個早速的保存 那甚至它在一樓開放空間 有做一個老樹廣場 後續我們在做一個開放空間的時候 李明在這邊做休憩的時候 其實也會回想到以前過往的歷史 就不會說更新後 這個整個面貌都不同了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新舊融合的概念 保住留有地方記憶的老樹 以再深循環為發想概念 蓋新房不忘綠化重要 這裡是鄰近台北市門戶 松山機場 位於明泉東路金華一帶 這項都更建設 預計在兩到三年就能完工 這邊前身其實是 國防部的一塊空地 然後後續因為透過 台北市政府這邊更新處 做一個公辦鞠根 那變成是它會變成兩塊基地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邊的A基地 它主要後面是做上半大樓 對那B基地的部分 它因為基地比較狹小 所以它其實做住宅 對那後續它其實這個案子 它其實會有幾個特點 是因為我們有在一開始在規劃的時候 其實就要求他們要去申請去建築 智慧建築跟耐震標章 所以其實這個案子 在整個建築規劃設計的時候 中心的立場跟市政府的立場 其實就會要求蠻多 以公辦都更來說 在建設上的三大指標 為呼應趨勢的綠建築 以及設備升級的智慧建築 同時也要有嚴謹的結構安全係數 拿到耐震標章 放眼台北市一案接著一案 國家駐都中心公辦都更案 2023年就促成了四案招商 投資金額達到298億元 成立至今五年多來 已經累計12案招商 總投資金額達到794億元 2024年預計再推五案潜力案件 包括台北市新一區兒福A2案還有B2案 台北市文山區老金局案 台北市南港區台電後山皮案 以及台北市中山區的南京龍江案 今年的這個所謂的申請的這個 勇約度是其實是比較高的 這幾年在推動公辦都更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還是社區的自助人住 這社區如果有高預言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透過政府的這個所謂的降門檻 找進場幫試算的這些做法 來協助民眾很輕快的進到都更的 這些程序裡面 但是就是看民眾的這個意願的配合 加速都更不乏 台北市在去年就推出了都更7件 只要符合相關法規條件 政建住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 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建築物 市府就會給予容積獎勵最高可達到 百分之百保障住戶居住面積 並且提供多元協助 用政策翻轉城市圍繞現況 根據內政部最新資料顯示 2023年全台拆除件數為1345件 高達了4559宅 面積達到22.8萬坪 已經是足足8.2個小巨蛋大小 而其中就是以台北市宅數與面積為最多 至於宅數還有面積的成長率 則是由新北市奪冠 另外港督高雄則在建樹成長上也很顯著 台北市這個是淡黃區 如果說沒有透過一些這些 市地重化或是土地重化的這個部分的話 建商要取得這些土地都很不容易 所以就只能往老屋這方面去做更新 其他縣市它的土地的腹地還很廣 而且房價也沒那麼高 所以都更這一塊就比較不剩錢 因為不划算嘛 你跟起來你房價賣不到那個 你還是虧錢 而且現在工程造價都很高 隨著法規的推動與意識的抬頭 提高居住品質保障生命安全 都會區房屋的更新也正在加快腳步 這些新聞中的人文成為月台北採訪報導 台灣2025年就要邁入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是老人 而台灣的醫生也越來越老 根據統計全國醫師的平均年齡是51.5歲 年齡最高的科別 前三名分別是婦產科加醫科和顏科 婦產科名醫隱藏身 行醫四十多年接生了一兩萬個寶寶 已經很難算清楚到底接生多少新生兒 還遇過一家三代都是他接生的 隱藏身至今仍在產科第一線 隨時進開刀房充滿活力 而生產是24小時都有可能 加上產婦狀況很難說 醫生肩負兩條生命的壓力 隱藏身說現在越來越少年輕人願意走產科 那他只有從婦科這方面找手 那婦科找手的話 他就時間比較固定 比較容易能夠安排 那這種情況當然自然 那我們年輕的就會 進來的就可能會覺得少一點 那現在大部分進來的大部分就是 不孕症、婦科、癌症是這樣的 那至於把婦產科 產科當作第一線的 那真的不算是太高 生產時各種突發情形都有可能發生 需要經驗的累積來應變 資深醫師也希望心血的加入才能傳承 只是台灣的醫生越來越老 根據統計 全國醫師的平均年齡是51.5歲 其中平均年齡最高的科別 前三名分別是婦產科的56.7歲 加醫科54歲 眼科53.7歲 目前仍在職業的老醫生 年紀最大是105歲 最年輕的是急診科平均44.6歲 放射腫瘤科46.9歲 麻醉科48.2歲 而五大科中除了急診 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 平均年齡都超過50歲 我們剛講內外婦兒這些科 他一般年輕人比較不願意投入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不單純是因為收入 收入其實不會比較少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比較講究的是 生活品質 所以他不願意那麼累 不願意半夜跑來這邊值班 或者是開急診的手術 那這樣長期以後 其實會有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萬一你半夜假日的時候 要開急診道 就找不到醫師可以來開刀 那如果是這樣子 長久以往 很多病人可能他被先送到一般型的 或中小型的醫院 那等到要轉診到大醫院去 有可能沒有病床 有可能沒有醫生 很多病人甚至於死在救護車上 就是要轉診的這個過程當中 胸腔外科名醫 台大外科部主任陳靜欣說 這是惡性循環 如果年輕醫生都往五官科 像是眼科皮膚科發展 外科等科別很少年輕人投入的話 長期缺人力 會讓還在崗位上的醫生更累值更多班 也更可能讓他們離開 而在少死化浪潮下 兒科是五大科中最慘科別 衛福部醫師司統計近三年 五大科住院醫師招募狀況 兒科住院醫師招募率只有79.2% 我們外科部裡面其實最擔心的就是小兒外科 像我們台大外科本身來講 真正傳統小兒外科訓練出來的 然後當上主治醫師的 目前已經有二三十年沒有了 所以我們後來 最近我們有找了一位是我的學生 他是胸腔外科訓練完 再去投入小兒外科重新開始訓練 兒科醫生斷層相當嚴重 少子劃下更是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國家投注在小兒科的資源 更是不能用業績論 也就是不能只看病患的多寡 對於小兒科醫生來講 因為他的健保的給付 是沒辦法去讓這些年輕的醫生 覺得他投入這個小兒科的領域 能夠有一個合理的薪資的保障 可能也要透過國家的公務預算的 一個體制去做補貼 一方面健保的給付要提高 一方面要透過補貼的政策 讓小兒科的這個醫師 能夠就是說 不管他看診量的多寡 而能夠有一個起碼的 薪資保障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才能夠有機會吸引年輕的 我們的醫學生 願意投入到小兒科這個行業來 台灣醫生的平均年齡 雖然逐步老化 但放在全球來看 不算特別老 不過重大危機是 年輕醫生投入的科別分部不拘 當重要科別越少心血加入 只靠老醫生撐著 開刀問診經驗無法傳承 將重創台灣醫療 TVBS新聞張正恩王一傑 聽不到 過敏性鼻炎典型症狀 包括清澈的水狀鼻涕 鎮發性的鼻涕鼻塞 鼻子癢以及眼睛癢 而鼻涕如果倒流會刺激喉嚨 恐怕會更不舒服 不論是間歇性或是持續性的 過敏性鼻炎 在季節交替的時節 最容易發作 因為在這段時間 溫差特別大 再加上病毒的流行 還有一些花粉 黴菌 可能有一些家庭裡的 棉絮灰塵或塵蠻 都是最容易引發 過敏性鼻炎的因子 鼻子過敏是從幾歲開始 大概小時候一直都有這個症狀 遇到冷空氣就很容易 一遇到季節交替 劉小姐就會不停打噴嚏 流鼻水鼻塞 若空氣品質差 狀況還會更嚴重 最困擾就是有時候季節變化的時候 就會一直打噴嚏 然後有時候還會 有點一直想咳嗽這樣子 很多病友其實小時候 會從異味性皮膚炎 還有像一些氣喘 那過敏性鼻炎 其實算是最常見的大眾 那它也有影響到它的生活品質 包含晚上可能就睡不好 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很多的一些植物的一些 花粉、炮製 都會散播在整個一個空中 所以會造成對這些過敏的人 或者是受到冷熱溫渣 特別敏感的人 產生相對的一個過敏的症狀出現 根據統計 父母其中之一有過敏性鼻炎 子女罹患的機率約30% 如果父母都有過敏性鼻炎 子女罹患的機率更高達50%至75% 鼻過敏以統計上來講 還是以小孩子發生率比較高 那特別在北台灣濕度高 居住密集的情況之下 比例可以達到四成 那以全國的統計來講 過敏大概有兩成半到三成的一個 整體耗發率 嚴重度來講 其實過敏通常不會有一個致命的影響 常見的過敏性疾病 有會咳嗽呼吸困難 然後胸悶表現的氣喘 或者是早上會起來打噴嚏 流鼻水的過敏性鼻炎 其實在台灣鼻子過敏 有些統計可以到20%到30%都有 環境一個氣候的變化 氣溫變化太大 還有就是一些花粉 那春天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其實過敏是一種體質 所以這個體質其實比較難說用預防 那但是可以控制 長期需要使用吸入性類固醇 控制氣喘或是抗阻止胺 預防過敏性鼻炎 異味性皮膚炎的人 可能長期都有插乳液 或是保濕劑 在季節交換的時候 藥物的治療千萬不能夠暫停 本來控制好的疾病 會因為你這藥物的中斷 再加上氣候的變化 會讓過敏性疾病更容易復發 所以在這個季節交接的時間 除了這些外在的環境控制以外 還有這些藥物的持續的治療跟追蹤 都是很重要的 過敏性鼻炎在這段時間 它的症狀有時候要跟上呼吸道感染加以區別 但是在臨床的醫師的眼中 上呼吸道感染跟過敏性鼻炎 事實上它的區別不會是很困難的事情 過敏性鼻炎症狀會有鼻塞 鼻癢 眼睛癢 打噴嚏 還有可能會出現鼻水倒流 造成過敏性咳嗽 室內有這個地毯啊 或者是窗簾 龍馬娃娃等等 這樣子的環境呢 可能會比較容易發作這個過敏 那過敏來講其實也跟空氣的品質有關係 舉例來講 台灣冬天常有沙塵暴 那麼特別就是最近有一些PM2.5等等 都造成了台灣的過敏這個耗發率居高不下 比如說你已經有過敏性鼻炎的一些症狀 那鼻涕非常多 那你可以再加上比如說鼻沖洗 那幫你把那個鼻腔裡面的一些分泌物上面附著的過敏原 或者是病原體把它沖洗 台灣氣候潮濕 空氣污染嚴重 病人發生鼻過敏的原因 常屬於二者混合的形態 醫師提醒預防過敏性鼻炎 要改善體質 增強免疫力 避免接觸過敏原 TVBS新聞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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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